在当地时间7月28日晚进行的巴黎奥运会游泳项目男子100米挖泳决赛中 中国选手秦海洋获得第7名 当天 秦海洋的启蒙教练赵飞也在上海通过电视观看了比赛 比赛开始前 赵飞一直紧张注视着电视 比赛中 赵飞一边激动拍手 一边为秦海洋加油呐喊 最终 秦海洋以59秒50的成绩获得第7名未能夺排 赛后 赵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他对秦海洋的成绩满意 要去主动适应他 所以我还是相信秦海洋是可以克服这一点的 赵飞表示 自己作为秦海洋青少年时期的教练 如今他也是秦海洋的粉丝 秦海洋是在父母教练有爱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 他相信秦海洋能及时调整状态 为后续比赛发力 作为他的青少年时期的教练 我现在是以欣赏他的眼光 就是作为秦海洋的粉丝来 观察他这几年的成长 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比赛 那妈妈肯定都是紧张的 对 所以我也相信秦海洋 他能及时地调整自己 在下面的比赛当中 游出自己 展现自己 据了解 在接下来的赛程中 秦海洋还将参与男子200米挖泳 和男女4成100米混合永结力